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 徐凯果断报警,捍卫名誉权。 娱乐圈谣言何时是尽头? 近日,娱乐圈在起波澜。 著名演员徐凯,这位在荧幕上屡创佳绩的艺人,却在生活中遭遇了恶意造谣和诽谤的风波。 在名誉受损之际,他并未选择沉默,而是果断地站了出来,向东阳市公安局恒电派出所报警。 这一勇敢举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徐凯,作为东阳欢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旗下艺人,以其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然而,在这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有人恶意重伤,对他进行无端的造谣和诽谤。 这不仅是对徐凯个人名誉的侵害,更是对整个娱乐圈良好风气的挑战。 面对这些无中生有的指责,徐凯没有选择退缩。 他深知,名誉是每个人的宝贵财富,不容侵犯。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走向了派出所,寻求法律的庇护。 这一行动不仅彰显了他的勇气和决心,更是对整个娱乐圈的一次有利警示。 东洋欢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对于旗下艺人徐凯遭受恶意造谣和诽谤仪式,表示高度关注。 公司表示,将坚决维护徐凯的合法权益,对于发布和散播这些诽谤言论的相关主体,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这不仅体现了公司对艺人的关爱和支持,更是对整个娱乐圈正义力量的坚定立场。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我们对娱乐圈生态的深思。 在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圈子里,恶意造谣和诽谤却屡禁不止。 这不仅对艺人本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严重破坏了娱乐圈的健康发展。 因此,我们呼吁,在言论自由的同时,我们应该更加尊重他人的权益,避免恶意攻击和诽谤。 徐凯此次报警的行为,不仅是对自己名誉的捍卫,更是对整个娱乐圈的一次正义呼唤。 他的勇敢举动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中仍有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的艺人。 他的行动也提醒我们。面对恶意攻击和诽谤时,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同时,这一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法律的力量。在法治社会里,任何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徐凯选择报警的做法,正是对法律信仰的体现。我们也期待法律能够给予公正的处理,让正义得到伸张。 总之,徐凯报警维护名誉的事件不仅是一次个人权益的捍卫,更是对整个娱乐圈的一次深刻反思。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名誉权,共同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娱乐环境。 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在言论自由的同时,遵守法律,尊重他人。 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文明、进步。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